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乳部族 圈内污秽等都可促使发病 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子猪白丽具体会出现什么临床症状 白丽子猪排乳白色浆叶状 糊状分辨 吐奶 脱水 个别死亡 严重的精神陈欲 不吃奶 脱水 除了临床症状 那该病还有哪些病理变化呢 第一 病死猪出现消瘦和脱水 二 其次长细膜淋巴结充血水肿 三 胃肠黏膜充血 肠黏膜有卡塔性炎症变化 有多量粘液分泌液 第五个方面的内容 子猪白丽的诊断方法 根据发病特点 症状和病变可做出初步诊断 确诊应采取小肠前段内容物进行细菌分离鉴定 最后呢 我们需要掌握该病的防治措施 加强饲养管理 早期发现病子猪并及早治疗 搞好母猪社的清洁卫生 清洗母猪乳头与乳房 用灭活苗 弱毒活菌苗 火基因工程疫苗等 给产前15至30天的怀孕母猪免疫 对病子猪用敏感药物 如清淡霉素 硫酸心霉素 恩诺砂心 环柄砂心及绿酶素等治疗 也可用微生态生物质剂 如醋菌生 调异生来预防 在服用微生态生物质剂期间 禁止服用抗菌药物 关于紫珠百丽的内容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一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